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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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博然 稍等一下 我们这要开始了是吗 老师还没有介绍王博然呢 那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了 对不对 雅球老师 已经开始了 好 对不起 那老师先来介绍啊 然后博然再开始啊 下面就开始我们正式的演出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年四季哪个季节是第一个季节呢 对 对对对 春天 对了 春天 这么每年呢 春天都是作为我们四季之首来出现的 好 接下来就请我们第一位要上场的同学 他是来自中级班的王博然 王博然要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节目呢 是散文朗诵春 好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博然 欢迎你作为今天第一个上场的同学 好吗 加油 大家好 我叫王博然 今天我给大家朗诵 春春 春 2018ne 春 珠坚 朱纸星 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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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 静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清新人 张开了眼 山 朗润起来了 水 长起来了 水 长起来了 太阳的脸 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绿绿的 院子里田野里 桥区一大片一大片门似的 坐着躺着 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 晒几趟跑 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的 好谢谢博然 谢谢你为我们大家打头阵 那么在我们整个中级班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是非常重视基本功训练的 所以大家几乎每周都会练习绕口令和古诗朗诵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级班的周孝田同学 为我们带来绕口令串烧 有请孝田 大家好我叫周孝田 今天我要给大家 讲送的是绕口味 我要给大家讲三个绕口味 第一个叫 第二个叫做 点灯和板凳 最后一个叫做登山 我开始前我想感谢 万儿思 因为本来呢 我是第十五位来 我接下来有钢琴课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下位置 这样没有影响我表演也没有影响我的钢琴课 下面请欣赏我的表演 白石塔 白石塔白石扎白石扎白石扎白塔白塔白石扎 搭好白石扎白塔白又大 扁淡和板凳 扁淡长 板凳宽 扁淡不如板凳宽 板凳不如扁淡长 扁淡绷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淡绷在板凳上 登山 三月三 小山取登山 上山又下山 大山又上山 登了三次山 跑了三里山 出了一身汗 失了三点山 小山山上大山海 一天只有三尺山 谢谢大家 谢谢小田 小田的绕口令非常精彩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欣赏古代大文豪苏氏的一首 非常经典的词 叫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非常有意境 那么有请中级班的 玉浩文同学来为我们朗诵 这首经典的词 好吗 浩文有请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冬雀 今夕是何年 我欲随风归去 又恐群谋玉宇 高处不胜寒 岂物弄清颖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地义乎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乡别时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苦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谢谢浩文 谢谢学问这位同学 精彩的表演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是唐诗朗诵 今天唐诗朗诵的 这位同学呢 是初级班的同学 他的名字叫李后知 他要为大家朗诵 两首唐诗 一首是赠瘟文 另外一首是永柳 那么李后知同学 由于家里有出行的计划 所以今天不能够来到 会演的现场 但是他为大家准备了 一个音频 让我们来听一听看好吗 大家好 欢迎是 红西雅图真文电台的 我是小主播 我是李后知 今年我是十岁 喜欢踢足球和读书 今天我会给大家朗诵 两首唐诗 郑王伦和永柳 郑王伦 唐 李白 李白 李白成州 江域行 呼闻岸上 他歌声 桃花潭水 身千尺 不及汪轮 送我情 永柳 疼 贺之章 避雨中城 遗树高 万条垂下 绿丝高 不知戏业 谁才出 二月春风 四剑刀 谢谢大家 谢谢李后知同学 谢谢李后知同学的精彩的朗诵 听完了精彩的古诗朗诵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欣赏 中级班的丁诗云同学 为我们带来的古代散文 朗诵 桃花元祭 诗云呢 今年才八岁 所以这篇文章确实是有难度的 让我们跟着诗云同学的朗诵 去美丽的世外桃源游览一番 好不好 有请诗云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丁诗云 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一篇散文 一篇古代散文 名字叫做桃花元祭 静态元中古灵神古鱼伟业 元兮行往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灵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兴美 作音缤纷 与人圣一车 富前行 一穷之灵 临近朔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 从口入 初级侠 才偷人 这行数十日 豁然开朗 徒进瓶矿 污涩然 有 良田 美食 桑竹之鼠 千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众过 男女衣着 妻如外人 黄发垂条 病于陕阶 静于人乃大精 问所同来 巨大精 便妙还家 涉酒杀鸡作神 村中闻有此人 闲来问训 自云先世 必秦始乱 最妻子一人 来此绝境 不复出烟 所以为人见阁 问今世何事 乃不知有憾 无论未见 此人依依为巨原所闻 皆探完 与人各互原至其家 皆出酒时 停住日 此去 此中而语云 不足为外神道也 大家我的古代散文 备好了 结束了吗 是人 是我后面 后面好像还有 好 可以的 行 那有初级班的老师 好的 谢谢这位 丁世荧同学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是来自主持初级班的同学 李灵飞 那李灵飞呢 是初级班里 年纪最小的几位同学当中的一位 那他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一首儿歌表演 拍手歌 另外呢 李灵飞平时还特别喜欢唱歌 他今天自高奋勇的要加一个节目 他要为大家演唱 他平时经常唱的一首 Rotten to the Core 那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大家好 我是李灵飞 我今年八岁了 我要给你们读一首儿歌 叫拍手歌 你拍一 我拍一 保护动物 吊牢机 你拍二 我拍二 孔雀井 是伙伴 你拍三 我拍三 孔雀井 一 是伙伴 你拍四 你拍四 我拍四 天空望 天空眼群会写字 你拍五 我拍五 丛林盛处游蒙虎 你拍六 我拍六 黄梨百灵 唱不休 你拍七 我拍七 竹林熊猫 在嬉戏 你拍八 我拍八 大小动物 都有家 你拍九 我拍九 人和动物 是朋友 你拍十 我拍十 保护动物 是大事 我也会唱一首歌 叫 Rutton to the core Rutton to the core They think I'm trouble They think I'm bad They think I'm evil And that makes me glad Cause I'm dirty no good Down to the bone Your worst nightmare Can't take me home So I got some mischief In my blood Can you blame me I got no love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baddest Of them all Welcome to my Wicked world Wicked world I'm rotten to the core Rutton to the core Who could ask for more I'm rotten to the cor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的表演 好了 Thank you 非常感谢 林飞同学的 精彩演出 那接下来的 这个小节目呢 又是来自 主持初级班的同学 那这位同学 他的名字叫 居岳天 居岳天今晚 要为大家 讲一个成语故事 那故事的名字叫 画蛇天族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基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我是小主播 我是居岳天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成语故事 成语故事的名字叫做 画蛇天族 主播有一个人 办计此活动 传给门客们一壶酒 门客们拿着这一壶酒 互相商量说 大家一起喝这一壶酒肯定不够 一个人喝才差不多 请大家在地上画蛇 先喝好的人喝这壶酒 一个人先把蛇画好了 拿起酒壶去要饮酒 去左手拿着酒壶 右手画蛇说 甚大家都还没有画完 我还有时间给蛇画脚 他还没有把脚画完 另外一个人的蛇画好了 抢过了他的酒壶说 蛇本来就没有脚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画脚呢 他刚说完 就把那酒壶里面的酒喝完了 那个给蛇画脚的人 被终失去了那壶酒 听众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蛇本来就没有脚 先画成蛇的人去给蛇 加上脚 结果不成为蛇 比喻多此一语 反而会是 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智悦天 谢谢你的精彩的成语故事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 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相声 我不知道尤其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你们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的 那个晚会啊 演出里的相声啊 相声呢 是咱们中国经典的一种曲艺形式 是咱们每年春节晚会的 央视春晚的重头戏 那么而且它是非常体现语言 对吧 下面呢就请我们中级班的两位同学 孙行健还有贺子涵 为大家带来一个相声 吹牛 很可惜他们不能站在一起 大家就想象一下 他们两个是站在一块 为我们说相声的 也可以看着屏幕 现在就请大家来欣赏 他们的相声吹牛 看看他俩谁吹的厉害 好不好 有请孙行健和贺子涵 吹牛 要说吹牛啊 在座的你们谁也不如我 啊 我吹牛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不简单呢 哈哈 吹了十几年了 对对对 我吹二十多年喽 嘿 他比我还厉害哈 但我在这吹牛上 可有绝招啊 我在吹牛上 可有祖传秘方啊 嘿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嘿 那你可太厉害了 吹呀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是吹牛市家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的 我们家还是吹牛作坊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那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你们家的世界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呵比不了 您老可太厉害了 吹呀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吹呀 开局您就失利了 不行吧 咱再来 好那再来 再来就换样了 哦 这次想换什么呀 海阔天空吹了 海阔天空吹是什么意思 想吹什么吹什么 那来吧 你来吧 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能耐可太大了 有什么能耐 我这人能用耳朵看书 能耐大 是能耐大 那你没问问 我有什么能耐吧 那你有什么能耐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用鼻子 那我还能用嘎吱窝找碰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那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我隔着衣服能看见你钱 哎我留点神吧 我告诉你啊 昨天晚上我可是发高烧了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我高烧67度 我高烧94度 你也不怕烧死你 烧吧 烧的这厉害哟 手里藏个玉米粒一张手 得成爆米花了 我烧的也厉害哟 你又怎么了 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出被窝一睁眼呢 看着被子被烧了四个大窟窿啊 哇那你可太能烧了 你也够能烧的呀 我不只能烧我昨天晚上我还请人吃饭了 昨天晚上我也请人吃饭了 哎我这怎么吹他怎么吹 来吧 我吃着吃着坏了 我把那筷子咽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我把那勺子咬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我把那盘子咬下一块来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我把那桌子给咬下来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啊你够得着吗你 我点着脚咬的你管得着吗 像话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可是少年老成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成熟的过早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我九岁大学毕业了 我八岁就结婚了 我七岁我们的孩子十三了 你走吧你 你这像话吗 反正这吹牛也不上岁不是 来吧我跟你说啊 我六岁就长老人班了 我五岁就驼背了 我四岁就长排头纹了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我两岁就卸顶了 我刚生下来我退休了 你这没边了呀 吹吧 我跟你说啊 我这人可高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比你高得多 我两米六九 我三米六九 你有那么高吗 你有那么高吗 我热帐我们说抽抽了 我热帐我们说仗出来了 那你也没我高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我比白塔高一头 还是我高 我高 飞机从我腰中飞 内心打我脚下的过 我高 我高 我头顶蓝牵脚踩大地 没法再高了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你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那您的脸哪去了 我吹牛的人就不要脸了 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表演结束了 太精彩了 中级班的两位同学的相声表演 实在是太精彩了 两人的这个吹牛的水平 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啊 把我都看了好几回 那好的 那咱们还是接着 接着咱们下面的节目 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 要表演的是 主持初级班的陈乐宜同学 那乐宜同学呢 也是咱们两个班里面 年纪最小的同学之一 别看乐宜的年纪小 但是她说汉语的水平可是特别的灵巧 那我们知道夏天到了 那乐宜今晚就要为我们讲述 关于夏天的故事 这个故事完全是由乐宜自己组织和编写的 好的 长话短说 让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 我叫陈乐宜 我今年七岁 我上IMA学校 不少到今年的夏天了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讲 关于去年我去阿拉斯加的故事 夏天 夏天很好玩 因为我们没有学校了 到了暑假 去年我去阿拉斯加 我坐了船 我看到海豚 海豹和别的动物 我也坐了一个小飞机 小飞机上只有八个座位 所以只有八个人能坐到飞机上 我们也到一个博物馆里 博物馆里有很多很多老爷车 我也到Fairbanks 今年的夏天 因为有病毒 所以我们不能出去 但是我可以在家里 陪我的妹妹一起玩 我也可以教我妹妹 因为她才三岁半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也会有一个快乐的夏天 谢谢乐姨 谢谢乐姨的故事 非常精彩 接下来呢 刚才呢 我们大家欣赏了很多位同学的 精彩的朗诵 对不对 有现代散文 古诗词 古代散文 儿歌等等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欣赏过 现代诗的朗诵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有请中级班的 方安逸同学 为我们带来一首 非常美的现代诗 是林辉英创作的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有请安逸 大家好 我是方安逸 我今天要为大家朗诵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作者林辉英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辉英 我说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下想 点亮了四面风 清零 在春的光年中 飙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 一年 黄昏 吹着风的容 心子 在如意中闪 细雨 点洒在花前 那青 那拼亭 你是 鲜莲百花的光年 你带着 你是天真 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花后 那片鹅黄 你笑 新鲜出放牙的日 你是 柔面喜悦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胎 吃夜 在阳间浮沫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谢谢大家 谢谢安逸同学的星诗朗诵 那么再听完了这首星诗朗诵 让我们再来一首 古诗朗诵如何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来自 主持出席班的 罗安月同学 安月同学是两个班里 年纪最小的同学之一 他今年只有六岁 今天他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首 唐诗朗诵 清明 有请安月 所以 准备的是 飞 千万 那 你 我 在 我 今天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堂诗 心灵 心灵直 结语分分 路上平时 一段隔 见问者家 何处有 不同角质 敬发诗 谢谢大家 谢谢安岳同学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也是来自初级班的 今天这个节目 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 因为我们小朋友们 一般都很喜欢听故事 特别是育言故事 下面这个故事 你们以前一定会听过的 那安岩同学要带给大家的预言故事是 狼来了 有请安岩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安然 我今年八岁 在三年后 上学 今天我要为大家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 叫狼来了 狼来了 从前有个孩子 在山上放娘 他看到很多人 在山下干活 想捉弄一下别人 就故意大声喊叫 狼来了 狼来了 山下的人们听到喊叫声 就立刻跑到山上去 结果山上根本没有狼 是放娘的孩子在撒谎 人们被他欺骗了 过了几天 人们又听见这个孩子在山上喊 狼来了 大家又跑到山上去 结果还是没有狼 人们又被撒谎的孩子欺骗了 又过了几天 狼真的来了 这个孩子又喊 狼来了 狼来了 狼真的来了 山下的人们听见喊声 菜也没有理他了 结果他的许多羊都被狼吃了 谢谢大家 男人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 是施朗诵天上的街市 天上的街市是郭沐若在 1920年代创作的 一首现代诗 我们也叫他 青诗 那么诗人运用了想象的表现手法 把繁星满天的夜空 想象成了点满街灯的天上街市 把流星想象成 流浪之女在天街 游泡河的景象 那么整首诗表达了诗人 纯真浪漫的情感与思想 那么今晚 这首诗的朗诵者 是来自主持初级班的 许多多同学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许多多 今年我六岁了 我给大家念一首诗 天上的街市 锅墨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泄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飘摇的空中 定着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很烈的一些物品 定着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 那浅浅的天河 定着是不胜宽广 那隔阂的流浪之女 也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间咸游 不幸请看那朵流星 使他们提着灯笼带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多多的精彩表演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又是来自初级班的同学 那让我们来再听一首小故事怎么样呢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 是著名的英国童话 三只小猪 表演者是初级班的同学 李厚普 那么厚普今天呢 由于其他的原因啊 没有能够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节目的音频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为大家带来的三只小猪好吗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下足中文电台的 我是小主播 我是李厚普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三只小猪 三只小猪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三只小猪 有一天 猪妈妈对三只小猪说 你们都长大了 应该出去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于是 猪家三兄弟就结伴出发 准备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走了不远 他们遇到了一个农夫 猪大哥看见农夫身上 扛着一群稻草 于是上前面的 我可以跟你要一些稻草来搭房子吗 农夫答应了 于是猪大哥就开始当他的稻草屋 猪二哥和猪小弟继续向前走 走着走着 他们看到了一个木匠 猪二哥心里想着 我想要一间小木屋 用木头建的房子一定很坚固 于是他问木匠 要了一些木头 准备建一间小木屋 猪小弟一个人继续孤零零的走着 过了一会儿 他遇见一个工人正在搬砖 快猪小弟说 我想要盖一间非常坚固的房子 可以请你给我一些砖块吗 勾人点头答应了 于是猪小弟也开始盖其他的砖房子 没过多久 有只鸡肠鹿鹿的大野狼来到猪大哥家门前 大野狼敲着门说 小猪啊小猪 快开门让我进去 猪大哥从窗口探出头来说 不行不行 我才不让你进来 想都别想 大灰狼生气的说 哼 我只要吹一吹 就能把你的房子吹垮 于是大野狼鼓起腮帮子 用力吹 到草屋一下子就被吹得东倒西歪了 猪大哥吓得拔腿就跑 一路跑到猪二哥的房子 没想到大野狼也跑到了猪二哥的房前 大声笑着 小猪啊小猪 快他们让我进去 猪二哥摇着头说 不行不行 我才不让你进来 你休想 大野狼不耐烦的说 可恶啊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我要把你的房子一口气吹垮 于是大野狼又鼓起腮帮子 呼呼呼的吹起来 没回功夫 猪二哥这小猪呼就被吹垮了 两只小猪吓着腿都软了 只能留着滑板调到猪小弟的砖度快入房去 猪小弟开门让哥哥们进来后 大野狼竟然也出现在窗边 气喘吹吹吹地说 看你们还能往哪儿跑 快让我进去 猪小弟趴在窗口便大声说 不行不行 我们绝不能让你进来 门都没有 大野狼气地直躲坐脚说 你们太想看我了 我再来吹几次 看你的房子有多坚固 大野狼鼓起腮帮子 开始呼呼呼地吹起来 这一次尽管大野狼的腮帮子都涨红了 却怎么也吹不垮猪小弟的砖房子 大野狼气地半死 决定要爬洋葱进去抓小猪 可没想到聪明的叔小弟 早已准备了一锅鬼烫的热水 当大灰狼沿着洋葱往下爬时 喷的一声掉进了锅里 那天晚上 猪家三兄弟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野狼大餐 并且决定要一起住在猪小弟的砖房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的虽然后普同学没有到现场 但是真的我是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了 特别是这个结尾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谢谢李后普同学 你的故事非常精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级班的万尔斯同学 万尔斯同学会带我们大家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神游一下 是哪里呢 这个地方呢还恰好是我们Rachel老师的故乡 所以非常巧 那我不卖关子了哈 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桂林 让我们有请万尔斯同学为我们带来 优美的散文朗诵 桂林山水 有请儿思 大家好我是万尔斯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是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 陈苗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 假天假 我们乘着木船 我们乘着木船 荡漾在黎江上 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 观赏过水平无尽的西湖 却从没看见过黎江这样的水 黎江的水真净啊 净的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 黎江的水真轻啊 轻的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 黎江的水真绿啊 绿的仿佛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船讲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波纹 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 暗在后移 我攀登过 我攀登过 风鸾雄伟 我攀登过风鸾雄伟的泰山 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 却从没 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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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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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 桂林这样的 这一带的山 桂林的山 真奇啊 一座座拔地而起 像老人 像巨像 像骆驼 骑风罗链 形态万千 桂林 桂林的山 真秀啊 像 翠绿的成长 像新生的竹笋 色彩明密 倒映水中 桂林的山 真险呀 威风雾粒 怪石 鳞群 好像一不小心 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 围绕着这样的水 这样的水 倒映着这样的山 再加上 空中 云木 迷蒙 山间 竹筏小粥 山间 绿树红花 江上 竹筏小粥 山是走进了 连绵不断的画卷 这真是 粥形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尔斯同学的这一首桂林山水 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桂林是我的家乡 那你的这个朗诵 帮我带回到我的家乡的 那个美丽的场景里 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今天你能朗诵桂林山水 谢谢你 谢谢尔斯 因为老师要求这个朗诵 是要背诵的 我看得出来你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还有压力 然后在大家面前 朗诵的非常好 谢谢 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了风景优美的桂林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晚会演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让我们大家有请中级班的 景玉希同学 为我们绘声绘色的再讲一个故事 好不好 玉希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呢 是猴子捞月 有请玉希 大家晚上好 我是景玉希 今晚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叫 猴子捞月亮 有只小猴子在井边玩 他往井里一看 里面是个月亮 小猴子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大猴子听见了 跑过来一看 也跟着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老猴子听见了 跑过来一看 也跟着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附近的猴子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掉到井里了 猴子爬上井边的大树 老猴子倒挂着树上 拉着大猴子的脚 大猴子也倒着 拉着另一只猴子的脚 小猴子在最下边 小猴子伸手去捞月亮 手刚碰到水 月亮就不见了 老猴子一抬头 看见月亮还在天上 他喘着气说 不用捞了 不用捞了 月亮好好的挂在天上呢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同学的演出 今天我们所有的表演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有17位同学参加 一共有16个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 您听的觉得怎么样呢 有初级班同学天真 活泼 浪漫的演出 也有中级班同学 比较 可以说是成熟 来带一点温情 或者是 抒情的演出 还有呢 精彩的相声 如果您觉得 很有意思的话呢 也欢迎您 也欢迎您 和您家里的年轻孩子 加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艺术中心主持班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为您播送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也感谢我们所有同学的参加 跟另外两位老师 罗耶老师 跟Rachel老师的联合主持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同学的精彩 非常精彩 点赞 给大家点赞 也谢谢雅琪老师的主持 感谢您的收听